美国毒血,美国毒血,恐怖毒血蔓延欧洲乃至全球 已经导致英国超三万人感染艾滋饼干 几千人痛哭死气 据说中国也有从美国进口血液 但是有没有事情发现呢? 现在还不知道 卖毒血可以卖上几十年 这个事情你想不到吧 这是一个多么暴力和算是良心的行业 所以现在对资本主义来说 你不能用万恶这两个词来形容 以前我们说万恶的资本主义 万恶的资本家 现在看来是我们肤浅了 因为没有什么词可以来形容这些资本家的嘴脸 兄弟们,你们有没有合适的词啊? 有合适的词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一声 有一个任国人,他以前是个法官 他的名字叫布莱恩·兰斯塔夫 他在5月20号的时候 披露一份长达2527页的报告 这份报告指出呢 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 美国就开始向英国提供有毒血液 现在已经造成了英国3万多人感染艾滋病和饼干病毒 已经大约有3000名英国人 因为这件事情失去了生命 这些毒血液流向了国家 还有爱尔兰、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 其中英国呢 是伤害最大的国家 这件事情的可怕之处 不是说美国收送了毒血液这件事情 美国有毒血液你可以在本国使用 在美国发生任何事情都不足为奇 但是对英国来说 在这几十年里 英国政府明明知道有这件事情 但是他们没有出手组织 而是选择隐瞒或者协助美国将有毒的血液出口到英国来 这份报告声称 从1993年开始 英国卫生系统的工作人员呢 就故意销毁了相关的很多文件 所以现在很多病人它是没有证据的 因为你根本找不到 全部给销毁了 给烧掉了 可以想象得出来 这几十年来 英国已经出现了十多届的政府 但是这每一届政府呢 完全不顾英国人的生命安全 对毒血液 放音不管 视而不见 如此未良心的政府 他们这样做的原因 恐怕就是怕得罪美国大国 得罪了不好办 所以不惜牺牲自己的人民的生命安全 苏纳克现在出来道歉了 我估计他也是被迫的 他心里在想 妈的 你们前面十几个人都不道歉 现在轮到我来搞 法新社的标题呢 更是写道 英国首相勇敢实验历史阴霾 公开向国民道歉 坦然当义 为国家耻辱之意 苏纳克说的是真的很漂亮 他说 今天是国家的耻辱日 我们准备赔偿一百万名报 但是在这几十年来啊 英国因为这件事情 已经死了三千多人 这还是一个相对保守的数据啊 而且大量的资料 已经被人故意销毁 所以你就算赔偿一百万一千万 你能够拿到赔偿的人 也根本就是寥寥无几了 还有更启发的是 这件事情在英国 没有一个官员为此担责 没有一个官员得到惩罚 甚至斯纳克的发表讲言 都生批正义的万一 英国的媒体甚至大张其苦 百事红伴 接下来的更是说 英国的受害者 获得了正义的声装 道歉有了 所谓的赔偿也放在台上了 但是从头到尾 没有一个官员 因为这件事情遭到处罚 也没有人主动辞职 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下 西方所谓的民主独流 就是昂杀人的英国和美国 他们最擅长搞这件阴暗的东西 人民的生命对他们来说 就是一个屁 也难怪这件事情拖了四十多年 明摆着就是 不要人国民众知道这个事情 一直拖下去 拖到你死 拖到你麻木 然后就再拿出一个 所谓的赔偿方案过来 同时还把这样的过程 说成是正义的程序 英国人真的是很喜欢享受阳光下的阴霾 美国吃这件事的始络用者 也是罪悔祸数 但是英国敢追究美国吗 兄弟们 你们说一说 大家都知道美国是一个高科技的国家 芯片半导体的生意规模做得非常大 而且在农产品方面 比如说大豆小麦等 这方面的生意也非常大 但是美国人的人体血液生意规模更大 你可能想象不到美国的血液生意啊 每年要出口超过两百五十亿美元 那么换算过来 相当也就是一千七百亿的人民币 血液它不是工业发产品 不是说流水线可以生产出来的 它不等同于大豆啊 半导体啊 数据啊 等产品 血液是从每一个人的身上抽出来的 我以前在广州的时候 每年读飞机现血 但是现在年纪大了啊 而且也搬出了广州 所以有时候线血中心它发个通知过来 我现在也没有时间 也没有经历过去线血了 我知道每次线血 都从我身上抽出来 比如说两百五十毫升 比如说五百毫升 我们实行的是无常线血 我当时最多就是拿一瓶水啊 有一个登记卡和一包小吃 我美国那边呢 他们把人血产业做成了生意 所以在美国 如果你没钱吃饭 你可以去卖血的 美国有一家公司叫CSL 是美国众多协议公司中的其中一员 这些协议公司 他们通常会发放 又会见现金券等一系列的福利的形式 来吸引民众来卖血 比如说首次卖血 可以获得十美金的现金线 所以在各种资本的引导下 美国每年都有差不多将近两千多万的民众 因为要钱而出去卖血 而依靠卖血的这些人呢 那大多数都是流浪汉 允金子 甚至是坚毅里面的囚犯 每年都有协议公司定期到 检议里面去输血的 因为这些人没有生铺来源 只能靠卖血来维生 所以协议安全不安全 不是他们要考虑的问题 这是政府的事情 这些协议公司只要有了协议 就能占更多的钱 所以这些公司根本就不考虑 你这些协议是否真的安全 安不安全是可以造假的 而且美国一直都这么做 所以流浪汉啊 允金子啊 这些协议 教授不误 到5月20号那天 这个消息放出来之后 你就会看到 这几十年来 美国通过向全世界 输送有毒血液 在人血生意上 占得盆满钵满 结果是大量的无辜患者呢 受到了伤害或者死寂 输血本身就是为了人体健康 但是因为输进气的是 美国的毒血 这就导致患者的人生 或者是他们的家人呢 一下子一瞬间就跌下谷底 根据一些资料显示啊 这些血制品呢 是有一部分呢 是流到我们这边来了 但是我们比较幸运的 我们只进口人血蛋白 不会进口其他的人体血制品 所以我们这边呢 是相对安全的 但是香港就很难说了 兄弟们 你还相信西方的民主自由吗 资本的嘴脸 到底要怎么样形容 兄弟们都来说一说 我在评论期等你 你知道我意思的 我勇敢说